加拉太书 加拉太书是保罗写给加拉太地区好几间教会的信 在一次宣教途中保罗到过这座城 在《使徒行传》我们可以读到相关的记录 保罗写这封重要的书信时满怀深情和沮丧 信件的写作背景是这样的 基督教开始于一场在耶路撒冷的犹太弥赛亚运动 但他传讲的信息针对的是全人类 所以很快就传到了以色列之外的地区 保罗做宣教士的时候 参与这场运动的非犹太人和犹太人一样多 因此引发了一场巨大的争议 《使徒行传》15章的记载 让我们对这件事有所了解 历史上与神立约的子民都集中在以色列这一个族群中 他们借着律法书的诫命被分别出来 比如为男性行割礼遵行犹太的饮食规定和守安息日等等 有很多犹太基督徒认为 非犹太人要真正成为神家中的一员 就需要遵守这些律法规定 所以有些犹太基督徒来到加拉太教会 他们动摇保罗的权威 要求所有非犹太的男性基督徒都要行割礼 很多人就都照做了 保罗知道这件事后很伤心也很气愤 就写了这封信 他首先用基督被钉十字架的福音信息挑战加拉太人 然后反驳说 正因为这个福音才产生了耶稣和亚伯拉罕的全新的跨种族大家庭 他又指出这个福音如何借着圣灵的同在和能力真正的改变人 他一开始就表达了自己的困惑 奇怪加拉太人竟然会接受另一个福音 就是那些诋毁保罗并要求行割礼的基督徒所讲的 所以保罗首先捍卫他传讲的信息的真实性和作为使徒的权柄 他被复活的耶稣亲自拆派到非犹太世界传福音 保罗说他曾经到耶路撒冷与彼得和雅各等其他使徒商量过这些事 他没有要求非犹太基督徒行割礼和守犹太饮食规定 使徒们对他的做法表示非常支持 但情况变得更紧张了 彼得去安提阿探访非犹太基督徒和他们相聚坐在一起吃饭 但是当一群耶路撒冷的反对派出现在安提阿的时候 彼得在压力之下就退缩了 他不再和这群未受割礼的基督徒一起吃饭 反而避开他们 对此保罗指责彼得装甲 与福音的真理不合 对保罗来说 要求这些新基督徒行割礼和守律法是错误的 理由很充分 首先因为这样违背福音 或者像他所说的 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 而是因信耶稣基督 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 称义或者按字面解作宣称为义的 对保罗来说 这是一个含义丰富的旧约词汇 指神宣布人与他建立了一种正确的关系 他们被赦免 在神的家中有位置 并被神的恩典所改变 保罗深信 没有一个人能借着遵行律法称义 只能借着对耶稣的信心称义 这个词有多重含义 它可以指耶稣为我们生 为我们死的特有的信实 也可以指我们自己对耶稣的信靠和尾身 无论是哪一个 他的指向都很清楚 人称义只能通过相信神 借着耶稣为他们所做的事 而不是人为自己所做的事 保罗所传的福音的核心 是宣称当人相信耶稣是基督时 在耶稣身上实现的一切 他的生、死与复活 也都会在信的人的身上实现 或者像保罗说的 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而是基督活在我里面 如今在肉身中活着的我 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的 他爱我 为我舍己 所以任何人都可以说 他在神里面称义 或说自己属于与耶稣立约的家 不是因为他们遵守律法 而单单因为耶稣为他们做了 他们永远无法为自己做到的事 深刻的理解耶稣所完成的一切 对那些如今已经被接纳 进入神立约之家的人 和作为神家的一员 如何生活的人 都会产生极大的影响 保罗首先提到了 创世纪中亚伯拉罕的故事 讲到他被称义 或被算为义 单单是因为他的信心 因为他信靠神的应许 他相信有一天 万国都会因他和他的后裔 得到神的赐福 神的目的一直都是想建立一个庞大的多种族的家庭 人借着信进入神的家 而不是依靠遵行律法 但这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为什么神还要把摩西律法颁布给以色列人呢 保罗在此给出了一个简洁的解释 此后在罗马书里 他又做了详细的解答 他发现摩西律法是在神 应许亚伯拉罕很长时间以后 才在西奈山颁给以色列人的 仔细阅读律法书会看到 神一直倾向于把律法 当作一个临时性的措施 保罗说 律法有负面和正面的双重作用 从负面的角度看 律法就像一只放大镜 造出以色列人的罪 律法暴露出 以色列人带着人类共通的罪性 不断地违背神的律法 因而律法本身虽然好 结果却只能用来宣判 以色列和全人类的罪 或者用保罗的话说 律法把所有人都圈在罪中 但是律法也有正面的作用 他们就像一位严厉的老师 督促以色列行在正路上 只等到那位蒙应许的 亚伯拉罕的后裔 尼赛亚的到来 而弥赛亚一来到 他就代表 以色列完成了律法的目的 耶稣是一个忠心的 以色列人 真正的爱神和爱人 作为以色列的王 他用自己的死 担当了以色列犯罪的 诅咒和后果 并带来救赎 所以借着 耶稣这位亚伯拉罕的后裔 神的赐福 临到所有人 不分种族 社会地位 或性别 对保罗来讲 要求非犹太基督徒 遵行律法 毫无意义 这就好像说 耶稣没有成就神的应许 或者没有处理我们的罪 他无视我们 借着耶稣的复活 和圣灵的恩赐 所得到的新自由 同时 他将神的应许和赐福 限制在一个民族里面 但是 保罗的反对者 可能会反驳说 律法引导人 按照神的心意去生活 非犹太基督徒 如何跟他们一起学习呢 保罗在五到六章回应说 耶稣借着圣灵的同在 改变人 是关键 保罗说 律法是好的 是有智慧的 事实上 正如耶稣所教导的 律法可总结为 爱人如己 这条诫命 但是 律法尽管好 却没有赐给 以色列人遵从的能力 相反 好消息是 耶稣已经替我们 成全了律法 如今 他借着圣灵 住在我们心中 让他的子民 成为新造的人 通过爱他人 来成全律法 接下来 保罗继续对比 旧人和新人 旧人的习惯 是显而易见的 这些行为 让人丧失了人性 破坏了关系 和整个群体 律法禁止这些行为 耶稣 则把这些行为 都钉死在十字架上 当一个人 相信耶稣 并依靠圣灵 生活的时候 他的生命就归给神 并会结出 保罗所说的 圣灵的果子 这就是耶稣的生活方式 保罗希望 在神家里的人 也这样生活 就能拥有 仁爱 喜乐 平安 忍耐 恩慈 良善 信实 温柔 和节制的品格 但这些果子 不会自动长出来 保罗说 这需要耕耘 就像真正的果实那样 用他的话说 我们靠圣灵活着 就应当顺着圣灵行事 这要求我们努力实践 我们必须学习改掉旧的习惯 培养新的习惯 这么做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自己被圣灵带领 耶稣就会重塑我们的心思意念 使我们能够爱神 爱人 这样 耶稣的子民就完成了保罗所讲的 基督的律法 最后保罗总结说 要求基督徒守律法或者行割礼 必定让人错过重点 真正重要的是神心的创造 在这个全新的跨种族的 弥赛亚大家庭里 人们对耶稣充满信心 借着圣灵的能力 学习爱神 爱人 这就是加拉太书的经意 超级别人心 这就是发生的 许多小伙伴 aw举 和神 这就是 我发生的 创造 太习惯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